好 氣象爬爬過的時間 淑莉這一趴要帶我們來玩 一些特別刺激的對不對 Hi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 加油 您現在所看到的這一刻 又是一個淑莉氣象爬爬過 一個全新的挑戰 全新的體驗 因為現在淑莉正在開 Go Cut 而且現在我們是現場的連線直播 因此在這一刻當中 我們要告訴你完全是現場 為了這一次 在這個鼠粒開Go Cut的過程當中 能夠全程的實況轉播 我們再次繼遊艇之後 再度動用了所有的SNG連線設備 包括了SNG還有4G包 還有包括我們的數位微波 甚至連GoPro都已經出門了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看到這一刻的時候 你真的要好好給我們拍拍手一下 為了體驗這極速的快感 尤其是我跟你說 祝你不要騎腳打車 不要開車 居然這一次為了氣象爬爬過 來開Go Cut 因為我速度 其實我有點想飆車 你知道嗎 因為要體驗這極速的快感 但是我為了我前面 這個攝影著想 因為如果說 導播跳一下鏡頭就會知道 現在我們北部的SNG攝影 非常資深的攝影 也就是我們的鄭洪生 他現在其實是倒坐在另外一台GoCart這邊 來拍攝我的畫面 所以 我現在要準備停車了 我的GoCart出體驗 我已經起來 開到終點了 但是我也不會說出來 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攝影 鄭洪生 他其實是倒坐在另外一台GoCart 由我們非常專業的車手教練 來掌握 來掌舵 來進行這一場的連線報道 我的GoCart出體驗 我的媽呀 永豪你又再度設計我了 現在是不是可以先讓我呢 傾身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可能 要看一下 這完全真的是現場 所以呢 我現在要來 要趕快 來來來來 我先把我的 好熱喔 我快搬壞了 來我現在要把我的呢 這個安全帽啊 給拆下來 第一次呢 是呢 竹洪靠鄰近出體驗 另外呢 就是呢 用了一個車手服 我也是第一次穿 尤其在現在8點多鐘 好熱 趕快吧 保護我的安全帽 拿下來 然後拿下來呢 我一定呢 要像呢 您剛剛那個廣告一樣 車手一樣 要甩一下我的修法 沒有 好啦 這一次氣象爬爬Go呢 真的 這個暑假期間 我們不斷的在自我挑戰 挑戰一些紀錄啊 對 除了呢 上上週我們這個 遊艇海上啊 全程實況轉播 在海上的水上活動 還有搭這個豪華遊艇 今天這個禮拜 我們來到了台中厚嶺 中部的一個呢 最大的樂園 然後呢 對大家 我的好朋友永豪啊 記得圓長啊 好 早上6點呢 叫我辦美人魚 然後呢 剛剛7點的時候呢 我們一起體驗了 金生金的 對 我們兩個都第一次搭 第一次搭 現在呢 這個時候呢 也讓淑莉呢 初次體驗了 這個Go Car 而且呢 是現場實況的連線報導 沒錯 因為早上飆水啊 現在帶你來飆樹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淑莉我 第一個 腳踏車不會騎 第二個 車也不會開 摩托車也不會騎 什麼 你不會開車 我完全不會 然後呢 就來開Go Car 不過我們這邊非常安全 因為我們的賽道 都是專業級的 對 而且呢 其實非常有安全感的是呢 因為啊 這旁邊有好多專業級的教練 是 其實呢 都隨時在Stand By 因為呢 這個淑莉第一次開 而且淑莉沒有駕照 你知道嗎 也不會開車 所以其實他們比我還緊張 還好你知道嗎 最後我開到鏡頭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快跟前面的一輛車 快坐在一起 還好已經到達終點了 好啦 永豪來告訴我們 聽說其實這一次呢 整個這賽道 可以說是獨家 而且首次曝光 就給我們氣象跑步 對 沒錯 今天我們淑莉真的是場間體驗 因為我們這一個 Go Car的一個專業賽車場呢 是 還沒有正式對外的來營運曝光 那今天呢 我們希望把這個第一次呢 可以獻給我們氣象跑步 各位好朋友們 對 而且呢 這個賽車場也非常的特別 因為呢 接下來它目前其實呢 都還在建造當中對不對 對 我們其實呢 這整個國際賽車場呢 有分兩個部分 對 一個就是剛才熟莉所體驗的 這個Go Car的賽車場 對 那它全場呢 有超過1.3公里 另外呢 我們也正在加緊興建呢 就是F3的國際賽車場 F3的國際賽車場 對 對 對 這裡有這麼大嗎 對 我們這整個面積呢 大概將近50公頃 50公頃 對 那非常的大 而且呢 我們所有的賽道 都會申請國際認證 將來呢 在我們台中厚里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國際級的賽車比賽 哇 所以不僅呢 會有Go Car 而且還有國際賽車 接下來在我們中台灣 就都可以來做國際級的比賽 沒錯 那除了國際級的比賽 尤其這個Go Car 可以說呢 也是親子啊 一塊來標速 一塊來體驗最好的 那這樣的一個賽車場 我們光是這個Go Car 聽說也是有紀錄的 對 因為我們 在整個的規劃 我們會分階段 對 因為我們這個Go Car呢 跟一般娛樂用的又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更高等級的是 賽事用的 所以那初期 我們會針對像會員啊 或者是你有基礎的 這個Go Car駕駛技術的 的這個對像 不過淑莉今天很棒 第一次開就開得很好的 對 那之後我們會慢慢再開放 給更多的消費者 一起來體驗 好 那所以你這個Go Car 全長大概有多長呢 超過1.3公里 超過1.3公里 對 而且它的賽道的變化 它可以有11種的 不同變化的一個組合 非常有趣 所以這個賽道 還有11種玩法 是的 還有11種開法的 對 因為不同的彎道 不同的這個直線距離等等 它的挑戰難度是不同的 哇 所以呢 相信啊 這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喜歡呢 這個開車標速的 對 喜歡這個速度感的 還有其實我相信 也有很多小朋友 請問一下小朋友 可以開這個Go Car嗎 我們的這個Go Car本身呢 有三種規格 對 有單人座 有雙人座 那也有比較屬於是兒童版的 對 那只要在我們專業的 教練的引導之下 也是可以有機會來體驗 那這樣的體驗 要開放給民眾 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想應該最快的話 我們會在2017年 來開放給一般的消費大眾體驗 2017年很長的 就是明年了 明年了 大概是年初年終還是年底呢 原則上會在明年的上半年 在Go Car部分 應該會稍先推出 那如果在下半年 我們F3完成之後呢 整個國際賽車場呢 就會正式來登場了 哇 沒有想到台灣也可以開始成為 國際賽車級的一個賽車場 沒錯沒錯 所以這樣的話呢 其實對於台灣的國際觀光 其實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是有很好的一個帶動的效果 好 那麼呢 如果說呢 觀眾朋友要來體驗 這個全長1.3公里 對 的這個Go Car的賽車場 我們要等到明年初 或明年中 大家就拭目以待 不過呢 事實上除了這個Go Car之外 就像昨天 孫力呢 早上體驗的 包括我們那個人造的這個海洋 海浪 然後體驗這個美人魚的變裝 還有就是像我們的這個 U型滑水道 其實呢 在這個暑假 最後剩一個月的暑假 對 沒錯 大家呢 其實都可以到樂園玩 因為呢 可以玩得既刺激 而且又安全 安全 家屬 沒錯 那麼當然咯 如果說大家要來玩的話 天氣好不好最重要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今天孫力穿著這個賽車服 要來播氣象 這也是全新的體驗 對… 只是你知道嗎 很熱 好啦 所以我要趕快播一播 不然待會兒 孫力真的會到山 好啦 我們今天禮拜五了 首先呢 我們趕快先透過衛星雲圖 要帶大家一塊來看 昨天熱不熱 好熱對不對 再怎麼熱 也沒有孫力現在熱 因為呢 現在孫力整個包得密不透風啊 那麼昨天其實呢 整個台灣呢 也被包得密不透風 為什麼 因為昨天整個高壓是籠罩在台灣上頭 所以還要加上呢 這沉降效應的影響 所以昨天呢 其實啊 台北將近38度的高溫 37.8度 將近38度的高溫 而且昨天五候雷震雨啊 坦白講也因為沉降的關係 抑制了不少五候熱對流 所以昨天的五候雷震雨啊 其實也比較局部性 比較零星的 那麼今天來看的話 同樣還是持續受到高壓的影響 因此今天呢 各地啊 都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紫外線今天 同樣都有過量到危險等級喔 所以防曬很重要 再加上呢 防曬啊 不是差一次就夠的 要不斷的補充 才會真正達到防曬的效果 當然呢 既然在這塞巴後呢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 要帶您來了解 今天呢 雨區預報其實呢 五候的雷震雨 主要還是偏重在各地的山區 另外對流呢 會從山區發展出來之後呢 往東不移 所以今天包括了花蓮跟台東 其實呢 平地跟山區 也都有下到五候雷震雨的機會 大雷雨的熱區今天在哪裡呢 大雷雨的熱區 今天包括了台中以南的山區 那麼另外呢 尤其是在嘉義 還有南投 平地跟山區的部分 也都比較容易會有大雷雨 尤其呢 大家要特別小心 就是呢 短時間的強降雨 伴隨而來的 雷急跟強震風的現象 所以呢 其實呢 淑莉不斷地再次叮嚀 午後呢 尤其大雷雨發生 所以西邊是很危險的 在午後 盡量就要遠離西邊 會比較安全的 那麼另外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今天禮拜五 明後兩天就是週休假期 這一次淑莉要告訴大家 週休假期的天氣 反而比較不穩定 最主要就是呢 開始受到高 這個低氣壓接近影響 所以呢 從整個週休假期 一直到下禮拜 包括了父親節 還有包括情人節 其實呢 台灣水氣增加 所以上半天 有些地方就陸陸續續 可能會有一些呢 局部性的零星的 短暫陣雨出現 那麼 午後雷陣雨 因為不穩定的關係 所以對流還會呢 比這幾天來的更旺盛 整個降雨範圍 在週休假期 會比這幾天來的擴大 尤其包括山區 就要注意呢 會有強對流 所產生的大雷雨的現象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呢 天氣上比較不穩定 大家要隨時留意氣象的報導 當然熱不熱還是相當的熱 在這麼熱的情況之下呢 當然囉 就是要出來的放輕鬆 而且呢 尤其是暑假最後一個月 要玩可以 但是一定要玩的安全 不妨呢 就是週休假期 大家也可以跟熟黎一樣 來到樂園 體驗一下水上活動 這個刺激 而且呢 哇 這個要極速的快感